這個文章他首先提了兩個觀點 一個觀點就是他認為批評美國的對華鷹派 高估了中國相對美國的實力 因此也就高估了中國的所謂威脅 第二點他又批評對華鷹派 低估了和美國相對抗 這麼採取的和中國相對抗 所採取的要付出的代價 那我覺得這兩大人正好就是互相矛盾的嘛 如果中國變得進一步的強大 那你再和他對抗 你要付出的代價就更高了嘛 所以我們現在都知道 比如打貿易戰打得這麼辛苦 那如果早一點就採取這麼的比較強硬的這個政策 那時候以前如果十幾年前就這麼做 那恐怕要打起來容易得多 美方要付出的代價也要小得多 所以說你不能說一方面認為高估了中國的實力 然後同時又說和中國這個對抗會付很高的代價 這兩個是互相矛盾的 第三點他批評對華鷹派 說你們如果真要採取這種把中國當成個對手 戰略對手 那麼就要回到過去那種像和蘇聯一樣的兩極化的格局 那樣的美國就需要盡可能多的拉攏盟友 可是特朗普的做法和這個剛好相反 那我覺得這個批評倒是有相當的道理 特朗普確實有點不分主次輕重 他現在和盟國的關係很多都搞得很糟糕 這一點我覺得確實是要注意的 這一點我覺得確實是要注意的